在屋来住了一位铜锣大师吴忠林 他做铜锣已经将近有30年的时间了 因为他非常喜爱铜锣的声音 所以完全沉浸在铜锣的世界里 虽然随着庙会镇头文化的没落 铜锣声音是大受影响 而会做铜锣的师父也剩没几个了 但是吴忠林却依旧坚持他的兴趣和理想 并且期盼儿子能够继承他的工作 让铜锣记忆不至于失传 对了我的那种经验是说 哇 一片铜锣怎么会发出这么好的声音来 就好像有点太不可思议 在铜锣声响的撼动下 吴忠林陷入了不可自拔的铜锣世界里 甚至不顾家人反对 无用无悔地坐起了别人眼中 没有前途的铜锣师父 做了好几年一开始没什么起色 其他兄弟都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事业都有起色 那有什么 一直做这个东西 既然是赚不来钱行业不要做 要做出营业铜锣并不难 但要做出营业好的铜锣 全凭个人修为 吴忠林说 即使他做铜锣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 但是到现在 他依旧还是不断在摸索 不断找寻他心目中最棒的声音 铜锣的构造很简单 就是一个螺面 还有中间凸起了螺旗以及螺边 制作铜锣时 要先标示好螺旗的位置 然后放到模子上 敲打出形状及深度 接着利用铁锤 在螺旗的周边 敲打出深浅不易的凹洞 螺的大小厚薄深浅 都会影响发出的音调 这当中的深奥学问 吴忠林可是琢磨了二十多年 他不会言的说 他从不担心别人参观他制作的过程 毕竟这不是三两下就学得来 难道你真的是想要放弃的那种程度 因为毕竟你得学 不是有人告诉你点一下 点也不见得你会知道 所以他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好的螺声音要清亮 长吻不浑浊 吴总理医生都在追求这样的目标 更不容许自己有一丝的马虎 他甚至曾经心情低潮到 不敢去碰触铜螺 很多人跟着 你做铁锤不行 你声音不好 那个打击是非常非常大 一辈子想要做一个铜螺师傅 结果做出来的铁锤是这样子的话 那不是赚钱赚不赚钱的问题 那是一种自尊的面子的问题 制作铜螺这条路 吴总理走得很艰辛 除了自我的要求与挑战 还要面对外在的环境因素 随着时代变迁 阵头文化没落 铜螺的需求量大减 经常一年卖不出几个 让吴总理倍感压力 还好吴总理看得很开 他从不奢求物质生活的享受 只求温饱 学做铜螺的那股初衷 始终深埋在他心中 到目前为止 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说实在我还真怕 没有机会继续坐螺 我就是真的很想继续坐螺 花了十年时间 才成功打造出来的阴阶罗 是吴宗林面临铜螺产业衰退时 所激荡出来的创意 吴宗林将铜螺声转换成音符 为他的铜螺事业 寻找到了新的生机 除了殷阶罗 吴宗林还着手铜雕艺术的创作 不管是各式各样的铜螺饰品 或是他最近积极钻研的荷花系列 都是透过制螺技术的延伸 所谱出的另一段美丽插曲 知其性则可为用 就是知道铜的这种特性 利用它这个特性的一个拉扯 把荷叶做出来 为了将铜螺记忆传承下去 吴宗林现在把希望 寄予在儿子吴宗许的身上 当然这过程中 见过了一番的磨合 希望他会在这上头 用一点心思 刚毕业的时候就有想好出路 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毕业 再做这个就很抗拒 跟着爸爸当助手紧紧上来 宗许渐渐地投降了 虽然父亲很严格 但就是这种对完美的追求 让宗许从心里头尊敬着父亲 从一开始的等于零到现在 应该有五六十%了吧 或许再多一段时间 就心甘情愿就接下来 撑起使力敲打 吴宗林的耳朵脊椎都留下了 职业伤害 不过当客人给予肯定时 满满的成就感 洋溢在吴宗林的心中 一切的辛苦也化成了喜悦 更让吴宗林感到欣慰的是 他的一波有人继承 制作铜锣的技术 将如铜锣升一般 沉稳长远地新船下去